诶,大陆那些小粉红啊,都不知道个死字怎么写 怎么啊?又有什么新闻呢? 一个小粉红在美国读书,他的名字叫吴少雷 你们记不记得啊?2023年,中国大陆不是一个白纸运动吗? 当时中国的很多大学生在街上举一张白纸对政府抗议 主要是抗议疫情风恐 当时在海外有很多中国的留学生也都支持中国大陆的白纸革命 其中有一个是吴少雷的同学也都支持白纸革命 他当时用英文写到支持白纸革命 我们要求就像老百姓的英雄彭在周说的那样 不要核酸要吃饭 不要风恐要自由 不要谎言要尊严 不要文革要改革 不要领袖要选票 不做奴才做公民 这个小粉红吴少雷,这条气就不纯了 他说你们写这些东西就是反党反革命 你们犯了战动颠覆罪 我要去中国大陆的公安部和国安部 供你们,让你们不能回大陆,问你死了没有? 而且你们家人都要受牵廉,都要拉去坐牢 哇,这个小粉红,什么恶得这么习惯? 美国是自由国家,什么时候轮到你小粉红亚之亚作? 还有啊,这个小粉红为什么要去美国读书呢? 既然他那么爱国,应该留在大陆读书嘛 为什么他去美国学资本主义那些东西呢? 那算不算投敌半国啊? 哎,你先听我说吧,这个吴肖雷,他当时是在美国波士顿博克利音乐学院 他的课程是学续曲的,这个小粉红威胁他的同学不成功 那个同学,踩他都浪费了,这是美国什么时候轮到你发霉疯? 那倒是啊,后来怎样? 这个小粉红威胁的狗,他说如果你继续写这样的字,我就斩断你的手 哇,这种恐吓,在外国来说算是恐吓罪,要坐牢的 那个同学,让他多吓两个,最后不是报警咯 接着怎样? 于是,波士顿法院做出判决,陪审团一致裁定认为这个小粉红有罪 罪名就是网络骚扰和威胁罪,最高可以判到五年监禁 还要罚25万美金的罚款 喂,25万美金折落人民币很多钱啊 即是说,判五年坐牢,还要罚200万人民币啊 怎样?美国的律师还说,这个小粉红吴笑蕾,坐牢五年监出来之后,立即遞戒回中国大陆 在西方国家呢,当你犯了这些罪的时候,要诚心改过 令到法庭觉得你,嗯,好了,知错能改,可能会减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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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罚款 但是如果你坚持你自己那种恶劣行为呢,就肯定会加盈或者加重你的罚款啊 哎,这些小粉红啊,在大陆恶惯的啦 当这个小粉红从波士顿的法庭走出来的时候,有记者就追问他说,感觉怎样啊 他一句话都不说,直接伸出一个宗旨对记者 哇,在外国递起这只手举中指,这个动作就是说粗口骂对方 非常之没礼貌的咯,还是下等的行为来咯 最大剂呢,他这个视频上的网,人证物证在那里啊 他绝对属于态度恶劣罪加一等啊 这次小粉红就糟糕了,不坏拿来坏 说不定本来判五年监,现在变十年 罚二十五万美金,又说不定罚够五十万 还有坐完监出来,还要背着曾经做过监等那个名 哎,我又不明白啊,那些小粉红在大陆盒而已 出到外国都目中无人,这么放肆都有的 中国大陆在海外,很多国家都设有那些叫海外110 叫它海外警务站,其实就是秘密的派出所 中国才是监视海外的华人和异见人士的一举一动 其实是直接设在海外的监视网络 想将共产党的手伸到外国 有些小粉红,他老爸在大陆做官的 平时在大陆就哈哈巴巴,恶惯的 出到外国就照版主户,那些恶杂改不了啊 刚刚讲这个小粉红吴笑蕾 原来他老爸是北京门头沟税务局局长来的 所以他的儿子在大陆当然横行霸道,无恶不作 我那天看到有一段新闻 香港有个男人叫刘祖迪,他曾经参加过香港 2019年反众中的抗议活动 亲眼看到那些黑警对年轻人那种暴力的行为 他已经对香港完全失望,就移民了去英国 但是在2020年,站在伦敦南部自己家附近那条街树 被三个蒙面男人围着来打,拳拳到肉是想拿命的 不用问阿贵了,肯定是大陆那些特务 追到英国打我们的香港市民啦 后来跟其他香港人聚会的时候 发现很多香港人都曾经有这种遭遇 你们知不知道,这些是大陆的一贯作风 打人不是他真正的目的,目的是恐吓香港人 即是叫你们收声,不要说话,乖乖地做个顺问啦 说回大陆那些小粉红出到海外,为何还这么恶呢? 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从小受到洗脑教育 这件事很厉害的,你看我小时候,从读幼稚园开始 就看书,唱歌,讲话,全部都要讲 中国共产党是全世界最好的政党,我们的生活是最幸福的 全世界还有三分之二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经过这种教育 我们大过了,还以为真是这样的? 我举个例子,你们香港在2019年到2020年之间 不是有很多什么雨傘运动啊,反送中运动啊,反国安法运动啊 这么大件事,我打电话和我在大陆的姐姐说 她竟然完全不知道香港发生了什么事 我告诉她之后,她竟然不信我这个亲兄弟说出来的东西 你想想大陆的洗脑多厉害呢? 方太太也不是这么说的,她妹妹是在大陆的嘛 她整天打电话回来说给她听,香港发生什么事啊 外国发生什么事啊,现在世界发生什么事啊 整天都说给她听,她妹妹说,幸好姐姐在外国 所以外面有什么新闻,她都知道了 否则困在大陆,真是又浓又猛啊 诶,二汶姐啊,若那只是封锁消息,还不是这么可怕啊 但是中国大陆不同嘛,她封锁还不算 还要散播很多假消息出来,让人们以为是真的,这个才可怕啊 我在网上看到,由美国之音播出来的一个新闻 就是说,中国大陆政府包括在澳大利亚在来的全球八十几个地方 成立了海外景桥服务站,即是海外派出所了 根据中国官方的报道,有二十三万的海外人士回中国受審 如果你不回中国受審,你让中国的亲人一定会受牵连 嘩,是不是搞错啊?在外国他们可以这样做的吗? 现在东窗事发,外国政府陆续抄出来 中国的特务和警察隐瞒身份,潜伏在同乡会和其他民间团体 现在一一曝光出来,被外国政府全部抓进去審讯 现在美国政府已经向外宣布,中国海外派出所是侵犯他国的主权 这些是犯法的行为,要接受法律的制裁 那就差不多,在大陆和香港的人就承受不到大陆的专制,所以才移民 你大陆的法律令到外国勇,有没有离谱一点啊? 他们就是想把大陆的法律要管到全世界啊 你看前段时间,伦敦的那个钢琴事件,那个钢琴家叫做K先生 他在那里自弹自拍,不过意拍了几个中国人远远站在那里 那几个中国人就要求他把底片洗掉 其中一个女孩说,按照我们中国的法律,你是不可以拍我们的 就算你拍了,都要立即洗掉他 嘿,人家这个外国的K先生就坐在那里浪费了 那K先生是这么说的嘛,他说我这是一个自由国家 我们只要在一个室屏道一纳布的时候,你任何镜头拍了 是绝对没问题的嘛,洗什么洗,没得洗 其实大陆的政策就是只准周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 香港的国安法就说明,无论你外国也好,哪里来的人也好 一旦去到香港,你触犯了那个所谓的国安法呢,他就判你有罪 意思就是说,你要外国人去到香港,就要遵守你大陆的法律嘛,是不是? 那现在人家是在英国啊,那你大陆去到英国,那是不是要遵守英国的法律呢? 你为什么要用中国的法律安在英国那里呢? 根本上就是无理取楼,自取其辱 讲起当年,香港死了很多年轻人,被自杀,被跳楼,被跳海,被失踪 哪里还有多少年轻人,被黑警强奸呢?这些就是香港的血泪史 你们记不记得,在2022年10月份啊,在英国的曼切斯特 有帮香港人去到中领馆门口抗议示威,反对中国政府屠杀香港人 最离谱的就是,那些香港人正在中领馆门口抗议的时候 突然间在中领馆走了几个标刑大汉出来,见到香港人就拼命地打 跟着就拖了一个香港的年轻人进去中领馆那里,几个人拳打脚踢 好在被英国警察见到,立即冲进去,拖回那年轻人出来 如果不是这个年轻人实行被中领馆的人打死啊 后来英国议会想将中领馆这帮人驱逐出境啊 不就是最后被大陆讲情啊,人事好像不了了之那样的 哎,你知不知道啊,还有国家与国家之间的贸易问题啊 所以英国议会最后决定因为贸易关系,给这个领事一次机会 你们有没有发现啊,到了今时今日,时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以前那些小粉红啊,恶到要死,还很少受到惩罚 现在好像不同了咯,那些小粉红一旦触犯了外国的法律 即刻采取行动 前篇讲的那个吴少蕾,她只是用口头恐吓了对方 就已经触犯了外国法律,所以就要判她刑了 那你们觉不觉得那些小粉红在外国呢,就以为可以作威作福 怎知就弄巧反绝,每次都触从,正式是不衰,拿来衰 事实证明,好像英国的钢琴家K先生就是几个大陆小粉红搞搞震 K先生就无端端发达,他原本在网上的粉丝只有两百万 现在升到上五百万那么多 而且那套那个商场,变成了一个反共的基地 那个钢琴就日日有志愿者来参加奏曲 彈的都是《争取自由》的歌曲 还有很多人去弹《荣光归香港》这支歌 怎知呀,现在有新闻说,就是经过这件事 很多人都在反共产党 所以说得没错了,小粉红所做的事 结局都是跟他的愿望相反的 你们记不记得去年在日本发生了一件事 叫做西太后餐馆事件 这个西太后餐馆是一个台湾人在日本开的餐馆 很多大陆的小粉红去到他的餐馆搞搞震,骚扰人家 因为那家餐馆的台湾人是确实反感中国大陆的游客 经过警方的调解之后,这件事就过了 但很多小粉红专门去他的餐馆继续搞事 于是很多网友就教他 你干脆在餐馆里贴一些六四事件的图片 或者是香港反送中的图片 还有淡黑人,或者香港黑警打人 谁知道真是很棒 他帖了这些图片出来之后,小粉红全部消失了 不敢再进这家餐馆了 这家餐馆无端端发达 因为很多人专程来看这图片 那就真是要多谢那些小粉红了 当然啦,那帮小粉红去到哪里就衰到哪里 正式是妥衰家 唐人家粤语见闻,大陆小粉红在国外被判刑兼罚款 节目是由以文、李静、许文强、马德成联合演播 请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多谢大家